不久前,圣保罗男女中学合唱团在新西兰奥克兰举行的第13届世界合唱比赛中 勇夺中学合唱组冠军和当代音乐混声组别亚军等奖项 颁奖典礼上,一片欢呼声中,合唱团成员们手持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曲旗 激情澎湃的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这欢腾的仪幕在网上广为流传,引起大量关注 近日,学期刚升入中六的圣保罗男女中学合唱团成员陈日天和黄乐恒接受了中兴社的专访 他们表示,上台领奖时唱国歌的仪幕始终停留在他们的记忆里 每一个组织的所谓的champion 我们大家都会一直站起来,国歌我们都会一直跟着唱 我们作为比赛的参加者,我们得到这个奖面 这次我们其实在台上唱国歌的时候,大家都是十分之意去沸腾 在颁奖典礼上得到这个意圈,通过国歌的议程,就指援回来 尽管平时在校园升起里或者音乐节等不同场合都有奏唱国歌的环节 圣保罗男女中学艺术总监李伟安觉得,这次在祖国之外的地方夺得冠军后合唱国歌,让学生们更为印象深刻 在学校或者在香港很多典礼或者一些场合都会唱国歌 但是那次上我们真的是第一身,因为那个国歌和其他中国的队伍都很开心 为了我们唱,是他们为国家,那是多了一层深一点的意义 其实我那天都真是开心,看到他们笑得很灿烂,造就了这个机会给他们用另一个角度去感受我国歌 成立已于70年的圣保罗男女中学合唱团,还参加过很多类似的比赛,且获奖无数 为了准备赛事和表演,合唱团在课语时间安排了密集的训练 合唱团固然都应该是我中学生难以来最,可能是我努力得最多的一段连 每个星期四方向之后都会有三个小时的练习,就由四点到七点 而每天的早上,下午凡休的时间,我们不同的声部都会有一些分布的练习 我个人认为是很值得为了这一刻,苦练了整年 因为可能始终唱了这么多年,合唱团都没试过有个团队是大家都真的这么投入 还有摆放这么多不同的时间和心机下去 在合唱团担任指挥的圣保罗男女中学毕业校友黄日恒表示 时常在学生们身上看到重现自己的身影 他认为圣保罗男女中学的合唱团是一种传承 因为我也是旧生,也是这个合唱团的团员 我就是真的好像他们那样坐在里面,过一个角落,同一个角落 和同一个声部的人唱歌 一直直到现在,我们的伯父叔叔,甚至有些人的父母 到现在,可能他们的孙子都在同一间房间里面 很多时候会唱同一些歌 其实真的是一代全一代,这个团队是历史最悠久的音乐团队 我们下期再见